這生人都沒迷過偶像 但看到唐老鴨我是會飛撲過去的 他真的很懂得跟我們互動 對著鏡頭擺姿 嘩 抱著我 激獎 他走的時候我被飛問他 誰知他扮暈 好搞笑 進去之前在那裡好像偷窺他似的 施錦迪在東京迪士尼樂園有這個期間限定 以唐老鴨做主題的特別活動 喜歡唐老鴨的我當然要把握自己回來看看 不過很可惜那天是 下了全日雨 真的到差不多晚上才停雨 今次這條影片紀錄一下 我在裡面見到各處有關唐老鴨的蹤影 大家有所不知 其實我喜歡唐老鴨是因為他的聲音 聲音實在太可愛了 園區裡面很多裝飾都變成唐老鴨 最後想說一件很震撼的事 就是整個樂園裡面所有唐老鴨的精品 都是被人掃光的 太誇張了